师父 师父 我想问一下 我先生六八年了 他有佛缘吗 他有啊 他怎么没佛缘啊 他小时候拜过佛的 对 师父 他在旁边 你跟他讲两句吗 感恩师父 师父 你好 你要听师父的话 你要知道 你的晚年呢 你的晚年身体很不好 你各方面身体 因为你的眼睛啊 会越来越糟糕 而且你头痛 而且你会掉头发 你看你现在年纪不大 你的记性已经很差了 听得懂吗 而且你会发无名火 动不动就会 突然之间发脾气的 这是有灵性在身上 所以你一定要念经的 你不念经不行的 你想想看 你他才能够念经 他以后会对你越来越好 越来越照顾你 对不对啊 你也放心 他就是出去了 他也不会背叛你啊 对不对啊 所以你要好好念经 你不念经 你不让你太太念经 很多人傻得不得了 不让老婆念经 好了老婆出去找男朋友去了 他因为不相信啊 他不相信佛法 他不相信地狱啊 不相信天堂啊 所以他就敢做坏事了 你太太现在念念经多好啊 对不对啊 他会越来越对你好 而且经常求菩萨保佑你 有什么不好了 对不对啊 你好好念经 你有佛缘的 好不好啊 我的命他 什么来得多二十几年呢 那一直拿不出来的 对啊 一直拿不出来 你整天 你过去的吃个海鲜 活的东西太多了 讲都不要讲的 而且你的皮肤也不好啊 你自己不知道啊 你脖子上长了很多小的小小的结你知道吗 哦 你自己摸一下就知道了 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拿出来 什么拿出来啊 就是念经啊 你要是做梦做到菩萨在你头上敲一下 脖子上敲一下 你就是做梦做到台上来跟你敲一下 你就把你身上的那些不好的东西就拿掉了 否则的话 你结时间长了会生癌症的 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 很多人小小的一个结 慢慢慢慢就长成肿瘤了 长成肿瘤慢慢变成恶性的 那么就是癌症呀 明白了吗 你不能再吃活的东西了 一定不能吃了 要听师父话了 没有很久 很早了 因为我在外周边买了这些东西 对啊 少吃 你过去吃过的 它全部算在你身上了 逃也逃不掉的 以前小时候可能有 但是白子美国之前好像 很少很少 偶尔吃 你一定要当心啊 我就吃不到这个问题 你这个人我告诉你 你最主要问题是什么 你最主要问题 你的关节也不好 你以后的关节也会痛 明白了吗 关节一直痛 你看可怜不难 对啊 你年纪又不大 为什么关节会一直痛啊 就是自己 业障啊 业障 业障很厉害的 明白吗 你有猛然的 冲着太太发脾气 接受周日身上的灵性啊 你一定要把它念掉 你不念经的话 你以后苦的不得了的 晚年会很孤独的 明白了吗 对啊 事情一天都晚在身上 就说明没修好啊 你看看 你要是想得通 想得明白的人 不跟人家斤斤计较 哪有事情啊 所以学佛人 为什么好吗 就在这点啊 好吧 你自己好好签念心经吧 好了好了 再见了啊 好 再见 再见 好 感恩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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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